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探索一个充满好奇和激励的故事,关于中国电影界的一位杰出人才。 没错,我正在说的是王一博,一位顶级男演员,他刚刚在AKA Scream Night 23颁奖典礼上荣获年度最佳男演员奖。 但你是否曾经想过,王一博的名气可能与另一位足球运动员肖战有关? 是的,你没有听错。肖战那犯规的名声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他与王一博的职业生涯有着特殊的联系。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有趣的故事,了解王一博的卓越职业生涯以及他未成为电影界顶级明星而克服的种种挑战。 现在,让我们一起观看视频,深入了解这个神奇旅程吧。 恭喜王一博,在AKA Scream Night 23颁奖典礼上取得了辉煌的一夜。 这个活动见证了这位男演员的巨大蜕变,他荣获了年度最佳男演员奖。 在活动华丽的舞台上,王一博展现了他的才华和不知疲倦的努力,为自己在电影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通过赢得最佳男演员奖,王一博证明了自己在电影界的卓越和高水平。 他在才华横溢和专业精湛的角色中大放异彩,吸引了观众和业内专业人士的目光。 他不仅是荧幕上的杰出才华,还是对表演艺术充满热情和高度承诺的象征。 王一博在AKA Scream Night 23上取得的成就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这是对他为自己的表演事业投入的所有努力和汗水的充分认可。 他战胜了众多优秀竞争者,证明了自己是一位顶尖的明星,并使中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王一博不仅是电影界的重要名人,还是娱乐界的重要代表。 他在AKA Scream Night 23上的胜利肯定会激励许多年轻人和新近演员。 他证明了,凭借毅力、激情和不懈的努力,一切都有可能变为现实。 通过获得年度最佳男演员奖,王一博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 让我们一起祝贺他,并期待他未来更多的成功。 王一博绝对是电影界的明星之一,也是这个行业的骄傲。 肖战断层顶流绝飞浪的虚名。 揽获2000万角色票,霸占前三榜。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又一次展现出自己断层顶流的实力,绝飞浪的虚名。 在微博世界大会的角色投票环节,青年演员肖战直接揽获2000万角色票, 这是什么概念? 也太受欢迎了。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还直接霸占角色前三榜, 顾名思议前三名都是肖战的角色,分别是肖春生、石影和盛阳。 据悉,肖战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断层顶流和实力派演员微博世界大会舞台上, 肖战一口气获得了超过2000万张角色票,直接霸占了前三榜。 在竞争力如此大的演艺圈里,肖战能够凭借不同类型的角色拿到这样的成就,非常不容易。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确实有这个实力,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活灵活现,注入了灵魂,得到观众们的喜爱无可厚非。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都在为肖战投票,也有一部分人有所顾忌,认为是不是太高调了,弄得悬殊太大不太好,恐怕会给肖战带来舆论麻烦。 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想,为肖战投票是表达支持的一种理性方式,光明正大,用数据说话同样非常具有说服力。 总之恭喜肖战,也感谢观众们对肖战的认可和喜爱。 支持肖战无可非议,不会让观众失望。 这么多年过去了,肖战陆陆续续带来了非常多经典角色,肖战一直都展现出自己优秀的一面,勇往直前,不辜负热爱。 肖战顺顺利利,未来可期。 杨子泰国游玩照曝光,穿粉色针织吊带展现曼妙身材。 日前,人气颇高的女星杨子将自己在泰国旅游的一系列图片贴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这张图片一出,立即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杨子身着一件粉红色的针织小背心,尽显其优美的身段与诱人的长腿。 杨子是一名广受欢迎的女星,因为她的表演和美丽的外表而广受好评。 这一趟在泰国旅游的时候拍到的图片,让很多人都为之惊叹。 在这张图片里,杨子身着一件粉红色的小背心,展示了她那盈盈一卧的小蛮腰,同时也彰显出了她青春洋溢的气质。 杨子在沙滩上散步时,两条大长腿也很吸引眼球。 她的双腿修长而光滑,在粉红色的针织背心衬托下,整个人显得甜蜜而性感。 网友评论说杨子的身体真的很棒,真的很让人嫉妒。 杨子不仅有着优美的身段,而且拍摄时的姿态也很放松,很自然。 她不是在海滩上散步,就是在海滩上嬉戏,嘴角总是挂着一抹笑意。 很显然,这次泰国之行,她过得很愉快,也很放松。 这一系列的图片一经公布,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所有人都说杨子不但有很好的表演能力,而且长得漂亮,身材也很好。 而且,她的穿着打扮非常有品味,身上永远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 很多人都说,看着杨子那么幸福,他们也为她高兴,希望她可以继续好下去。 总的来说,杨子在泰国旅游时的一系列照片又一次展示出了她的迷人气质。 大家都对她以后的表演充满了期待。 杨子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女星之一,她的美丽和演技一直备受观众喜爱。 最近,她的泰国旅游照片在她的个人微博上曝光,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这组照片展现了她在泰国旅游时的一些精彩瞬间,特别是她穿着粉色针织吊带的照片,让人们为之惊叹。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她的服装选择。 粉红色的针织小背心不仅突出了她的身材,还为她增添了一份青春和活力。 这种颜色对她而言非常适合,使她看起来更加清新可人。 此外,她的小蛮腰和修长的双腿也得以展现,让人们不禁感叹她的身材保持得相当完美。 这张照片确实成功地突出了她的迷人特点,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杨子在照片中展现出的自然和放松的姿态也值得称赞。 她似乎毫不费力地在沙滩上漫步,或者在海滩上嬉戏。 她的微笑显示出她在泰国度假期间的愉快和放松,这也让人们感受到她的幸福与快乐。 这种自然的状态使她更加亲近粉丝,让人们觉得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还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女孩。 这组照片也反映了杨子的生活态度。 她似乎享受着旅游的乐趣,充分体验每一刻,而不仅仅是为了照相而来。 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她成功的一部分,也是她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 人们总是喜欢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在日常生活中幸福快乐。 最后,对于网友们的评论,可以理解为他们对杨子的仰慕和嫉妒。 杨子的身材和外貌无疑是她的优势之一,她不仅有演技,还有令人艳羡的容貌。 这样的评论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喜爱和仰慕,同时也表达了一些羡慕之情。 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丽和独特之处,杨子的照片可以激励人们追求自己的自信和幸福。 总之,杨子的泰国旅游照片展现了她的美丽,自然和幸福。 她的服装选择和姿态都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吸引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这组照片不仅展示了她的魅力,还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人们更加喜爱她作为一个演员和公众人物。 希望她能继续保持自己的自信和快乐,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